来到第五场,四班千二米杯赛的场合 平马和叶杰最美挑战杯 这次四班千二就没有拆组 所以那些有些近跡的马都堆了一堆来跑 放在3T的刺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 路路之星,几雷红星,彪之霸 那些马其实之前就分开来跑过 可以做一个比较 但是这次放在一起跑 我觉得都挺均勢的 首选方面,就比较喜欢四号马 开心人生 我知道这次有9档可能表面上就比较难跑 不知道他放在什么位置 我估计都是用后上的跑法 而今场我觉得有几多马会走 例如牛精大哥 会不会搞事分子 另外识多福也有前触 路路之星上次是放在前的 还有美丽掌声 都是快脚的 这场马会不会前面的马会 都抢得比较快点呢? 而这只开心人生 近这两场 都有一些展现过很好的斗心和能力 你看到两场他在慢步速之后 都是狠撲的 除了大家可以回看1月20 在韩证中 并且出创就慢了 再看一次 上次跟1276 跟天生一队跑的情况 现在就是在中档 也就在马临中间上来的 里面就是盖着的头 他的追劲也挺强 前面放上了勇敢神区 他直撲上来追赠半个身位 这次如果大家觉不相仰 老老之星二当一定是压着可位 还有几里红星可能就先守博士 识包复合猴精大哥上来搞 不然是掌声录搞我的话 前面拉德松开心人生有个斗心 并阵上的变个给你看之下 迈门试跑 何秀亦都摸到实了 跳三段 继续增强这匹马的气量 后继续跳三段 我觉得都是有一个被战而临的 阿森亦是健美的 所以这一只开心人生 我先博决赠步速选他 而另外鹿鹿之星 这一只其实是四岁中的马匹 已经相当可能会熟了 上一次拉出来都很有台形 牛角仔就守着博士位之下 大家守差不多位置之下 直落了飘飘 上一次赢马之塔 就不算很用力的 希望业初红 近期的攻势都接踵而来 坦率整双马都鼓起了 这只马已经是大不了四岁 我相信都尽量要放在这里用了 有些比较质身的三水仔 有几里红星 又或者是这个 呃 魏力掌星 可能呢 就要把时机继续用了 我收马几里红星 上一次退出了比赛 跑10度 不知道他有没有 即是北濟的表现 不过呢 看什么呢 他在之前那两场呢 那个表现又不差的 因为在之前呢 12月那场呢 吉利红星也是一组 强了里面跑的 那当时就跑第四了 这场呢 看完后面的标之霸了 看似吉利红星 守着波士 也要回来 都被这只的 呃 美丽满着炮掉了 但美丽满着之后 挺厉害的 好了 而这个1月20呢 其实你看一下 往后那几场呢 很多走里面内叠的马呢 其实呢 不是那么好的 可能这场呢 当时就走一段长次 还没有很大的 叫做 不利场地 你看到这一组马呢 他几里红星也是跑到后面的整堆 喷火龙 一路捐上来 有一只开心人身 麦蘭呢 也是走着初 九一复出的 那只呢 就是这个 叫做 标之霸 所以呢 这一对马呢 这次我包回他之后呢 就是这次1月20呢 其实他在不利场地之后呢 他就追得好 而这次几里红星 继续排了四档呢 他不需要和你前面的马斗抢的 他就守住在bookset的位置 咯 这只马上一次 没有跑可能更加好 门门市货阂 呃 都有走势 那么在配局里面包回他 第四选 选择标之霸 前一次呢 祈宝敦 呃 呃 呃 跑个第四 就是刚才看1月20一条片呢 这里红色 干啥的呢 为什么我那个标志和大家不同呢 这个赛迹 就是呢 当你按住他几秒之下呢 我抹下了呢 那天呢 有个笔记呢 就是 呃 这一天的内南有比利场地的 之后呢 第八场呢 看回一铺中能赢呢 就可以讲解了 当日呢 走内南的那些马呢 全部都不是那么好的 那再出都是好表现的 那这只标志霸 那次 九优二百几日呢 都走得不差了 而上一次呢 他输给红俊之星 太阳威威 那旁边的奥犹之星呢 都已经呢 是可以赢马的了 那么我觉得 没算太差的 那所以这次标志霸呢 这次七档呢 希望就不要这么亏啦 有时候有时候跑马都惊惊地 但是如果相对于 美利掌声呢 后者一定是因为 坐衣 阿赛 加勒雷拉 试集 会热点的 那但是十一档 是不是真的初出 已经可以立刻去克服呢 那要用个陪力去换 但是未必换到之下呢 那第四转 我就把这次标志霸去搏下咯 那第五场的时间里面呢 选了四个开心人生 又是鲁露之星 收获竟离红星 和八号标志霸